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你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 想你的人白天黑夜都不忙 以前看过一段话说 喜欢你的人对你说我去洗澡了 之后还会告诉你我洗完了 而不喜欢你的人在说完我去洗澡之后 就像死在了浴室里一样 喜欢你的人对你说我去吃饭了 之后还会对你说我吃完了 但不喜欢你的人跟你说完我去吃饭了 之后就好像死在了餐桌上 喜欢你的人对你说我睡觉去了 之后还会告诉你我醒了 而不喜欢你的人在说完我去睡觉了之后 也就好像从此啊死在了床上 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主动找你聊天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不回你消息 喜欢和不喜欢别人表现的都挺明显的 只是啊你没有发现而已 只是你自欺欺人罢了 要知道一个人如果真的爱你 心里装下的都是你 他总是会忍不住的想要找你聊天 听你说话揣摩你的心思 一个真正爱你的人 再忙都会腾出时间来回你的消息 也会在吃饭上厕所的间隙同你聊天 而那些总是对你说我很忙的人 其实说白了 就是你不够重要罢了 朋友米丽暗恋男神浩子多年 米丽对浩子的好 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 浩子对米丽的忽冷忽热 我们也是看在眼里 可是啊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女生 都是没有办法理智的 其实啊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暗恋 也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米丽本来是信心满满的 怀着一腔热情 用自己无微不至的关怀 融化浩子的那颗冰冷的心 可是一次次的主动 却换来一次次的冷漠 直到有一天 她看到浩子对别人热情 她才恍然明白 原来她根本就不是冷酷 只是暖的那个人不是她而已 正如最好的我们当中 简单看到韩旭抱着贝林的时候 她才终于醒悟 原来韩旭并不是生性冷漠 而是她的温柔 早已经给了别人 所以说爱一个人是卑微的 尤其是爱一个不爱自己的人 你的付出 她会无视 你的深情 她视作打扰 你忍了好久的联系 她也并不在意 在她心里 你可能只是通讯录当中的 一个路人甲罢了 既然如此 那就不要卑微了自己 荒凉了爱情 不爱你的人 不珍惜你的人 也并不值得你去浪费时间 你想一想啊 你喜欢她 你愿意为她浪费时间 反过来 她若不喜欢你 她为什么要在你身上 去浪费时间呢 这世界哪有什么很忙 没有时间的 爱你的人 东南西北都顺路 而想你的人 自然是白天黑夜 都不忙的 前段时间 被刘强东和奶茶妹妹 塞了狗粮 因为刘强东开会的时候 还在看奶茶妹妹的照片 有网友啊 就调侃道 手机封面 不是应该放女儿的照片吗 可是最好的爱情 就是把它当作 女儿一样宠爱啊 当然 除了被照片事件 塞了狗粮之外 我也被大boss手机 不离声的行为吸引 原来 在这个全民微信的时代 我们早已经 离不开手机了 所以 即使再忙 回复一条信息的时间 怎么会没有呢 还记得 曾经自己啊 也是为了 维持一份 作为爱情中 难度系数极高的异地恋 所谓的感情 只能靠着手机去围绩 渐渐地 就养成了 手机控的习惯了 习惯了 每隔几分钟 就看一次手机 因为 害怕错过他的消息 习惯即使洗澡的时候 也带着手机 因为 听到叮咚一声 会赶紧地 擦擦手 回复他的消息 习惯每天醒来 和睡前的第一件事情 也是打开手机 看看 有没有他的消息 习惯 如果太长时间 没有收到他的信息 就会不断地 刷新页面 习惯 即使再忙 也要尽量地 秒回他 更加习惯 主动告诉他 自己的行踪 大概是因为 真的太爱了 才会情不自禁地 做到这些吧 所以 哪有什么很忙啊 重要的人 即使再忙 也还是会 把他放在 第一位的 因为真正喜欢一个人 会迫不及待地 和他分享 遇到的所有事情 其实 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你想告诉他 今天吃了什么 合不合胃口 你想告诉他 昨天梦到了什么 心情好不好 你更想告诉他 发生在 自己身边的 每一件小事 因为 你想第一时间地 和他分享 你的点点滴滴 有人说 在互联网时代 愿意描绘信息的 才是真爱 虽然这个观点 有些片面 但是 有的时候啊 也不无道理 要知道一个 愿意花时间陪你 至少说明 你在他心中 是有一定分量的 而那些 希子如今 对你 只有敷衍的人 那想必 真的是不在乎你吧 所以啊 亲爱的 当一个人 总是对你说 他很忙 信息不回 电话不接 或者发出去的信息 好几天后 才收到回复 不出去的电话 就像是 打去了外太空 终其原因啊 那只有一个 就是在他的心里 你 你并没有那么重要 在他可能 没那么喜欢你中 有这样的一段话 有时候 我们宁愿相信 一个男人的压力太大 太累 太自卑 太敏感 有童年阴影 或者 太爱前女友 却不愿意 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 是的 他不是太忙 也不是受过伤 更加不是什么 心理阴影 也不是手机 掉进马桶 或者 患了失忆症 他只是 没那么喜欢你而已 所以说 爱一个人 是很明显的事情 如果他喜欢你 他就会 主动找你 他会明确告诉你 他会 忍不住想要 和你说很多话 他想了解你的一切 他想 和你分享 他的所有 看见好吃的 他想分享给你 遇见好玩的 同样 想要告诉你 他想要 时时刻刻的 都与你 保持联系 开心了 亦或是不开心 他都会想到你 你的存在 就像是 另一个他 所以啊 与他而言 你是 至关重要的 你也是 不可或缺的 他舍不得你 因为 没有他的消息 就胡思乱想 如果他忙的话 他也会提前告诉你 忙完之后 他会 第一时刻 来找你 而那些 不喜欢你的人 才会对你 暧昧不明 才会对你 忽冷忽热 才会 总是对你忙 才会 在说了去洗澡之后 就像 死在了 澡堂一样 所以亲爱的 别再卑微地 讨好一个 不在乎你的人了 别再 拿自己的真情 浪费时间了 如果有人 不珍惜你的好 不如 就到此为止吧 如果 有人 无视你的深情 不如 就 完好的收回吧 对的人 是不会让你 感觉到心累的 不会让你猜 也 更加不会 冷落你 我们要把爱 留给愿意 花时间去 陪你的人 好吗 确实啊 很多时候 爱情呢 它是一件 很明显的事情 爱呢 它就会找你 主动找你 不爱呢 它就会对你 忽冷忽热 不会对你有 任何的兴趣 所以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可是 有的时候 我们身在其中 就不太明白 这些 特别简单的一些道理吧 希望 你能够懂 把时间 用在 真正在乎你的人身上吧 好了 各位小耳朵们 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 善良的善 离辜的你 善良的尼辜 就是我了 或者搜索 暖心声音 也可以找到我的 温暖的暖 心脏的心 好了 小耳朵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小耳朵 晚安 好梦 我是珊妮 我说最怕快下雨的微风 你说你也是一样的 我们笑着看天空 聊着聊着聊到苦了 我们都似乎被谁疼爱过 那些梦完美的无求 好多相思的温柔 好多相思的温柔 我们都被忘了 我们都被忘了 都被忘了很久 时间就是一段路的烧头 那雨散下的衣袖 那档打暗的棉红 多少快乐走成寂寞 我们都被忘了 都被别人忘了 爱情敢用多少字来形容 你讲得淡定轻松 我看着屋檐飞走 因为所有你的话我都懂 难道有始无终 我说最怕快下雨的微风 你说你也是一样的 我们笑着看天空 聊着聊着聊到苦了 我们都似乎被谁疼爱过 那些梦完美的无求 好多相思的温柔 也有不一样的难过 两个许多年的朋友 两段爱来取得理由 在试过境迁之后 我们在路边许久 那被摔了一耳光的梦 像泪声朦胧 我们都被忘了 都被忘了很久 时间就是一段路的小丛 那雨上下的夜袖 那等答案的面孔 多少快乐就成寂寞 我们都被忘了 都被别人忘了 爱情该用多少字来形容 你长得淡定轻松 我看着屋檐飞走 因为所有你的话我都懂 日常有始终 我们都被忘了 都被忘了很久 时间就是一段路的小丛 那雨上下的衣袖 那等答案的面孔 多少快乐就成寂寞 我们都被忘了 都被别人忘了 爱情该用多少字来形容 你长得淡定轻松 我看着屋檐飞走 因为所有你的话我都懂 爱常有始终 无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们别人都被淡定的 好 我感谢您宽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